科技业高薪福利家令人称陷 不过究竟上班族是否人人都想挤进科技圈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高达五成八受访者对于抢进科技业跃跃欲试 只有不到三成表示没有意愿 想要从事科技业主要原因 有近八成四是因为优渥的薪资待遇 不过想要领高薪除了具备优秀外语能力 筛选学历向来是科技业的选材依据 但非高学历相关科系也还是有机会抢进科技业 根据我们这次资料库盘点可以发现说 在去年同时期工程师的工作机会数是9万笔 但是到今年来到了11万2000笔 这成长幅度是来到年成长25% 当然跟人才外流 还有相对来说各大厂都在招募职缺 这个抢人抢得很凶 当然国外的订单不断的在增加当中 相对来说也让这些科技大厂相对的非常头痛 那当然在这边我们也提出建议了 其实过去大家都会以这个学历 来做初步的筛选跟盘点 但其实在现阶段有很多的科技大厂 他们已经改变了做法 首先是从陈学合作开始 可能从私立的科大或者是私立的大学开始来预约人才之外 另外呢 当然还有在这个就读工程学系的女性来说 我们从2009年到2019年来看 当时呢 是32% 现在来到了36% 所以由此可见呢 这个女性工程师的这一块呢 还是可以打破框架 来多运用一些女性的人才 那另外还有不见得一定要是本科系出身的人才才能进入科技业 像我们知道说有很多 有可能财块专长的或是法务专长 甚至是贸易专长的 其实呢 都有机会做一个跨领域的去说 比方考证照又或者是修习自己的外文能力 来进入科技业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再觉得说 一定要念相关的科技或者是工程类 才能够进入科技业再抢这一块大饼 像我们知道说有很多像是区块链相关的金融科技类 其实呢 在目前科技大厂也很需要了解金融业的人才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又兼具金融方面的长才 那你本身呢 又有在考这些 比方说城市语言的证照 对于这个科技业来说反而是更加抢手 其实就我们来看的话呢 的确是有高达三成的这个上班族 虽然说他们不是科技业 但也并不向往进入科技业 那大家最顾虑的就是工作时间的长短 但是呢 相对来说工作类型比较接近的一般传统制造业 他们可能就会考虑要转进科技业了 因为呢 相对来说工时可能差距不大 但是呢 这个薪资幅度可以调升的跨度又更大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 就会有这样子的向往 大学念文组的江小姐原先从事金融工作 大胆转入数位部门 经过两年磨练与进修 成功进入外商科技业 薪水直接翻倍成长 今年大四的萧同学就读明星科大电子系 因为考取半导体封装测试工程师证照 抢进科技大厂实行 不仅提前接轨职场 还能月里四万元 过去的话是文组毕业 然后我曾经在分行的环境就是有两年多的时间 那那个时候其实在分行的时候 就是有慢慢觉得蛮多事情都会往那个数位化发展 然后零贵的人其实也慢慢做是减少这一块 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会想要往资讯领域 那那个时候其实算是比较没有什么资源 所以我自己的话就是会利用下班时间去进修 然后也是想说就是想办法先进入相关领域 那进入相关领域的话就可以去做中学 那第一个的话也算是会比较了解里面的运作 然后跟企业会比较想要哪方面的人才和技能 其实进入相关领域的话 那就会认识相关领域的人才 然后如果下班后进修的话 有卡关的话也可以去询问同事 那这一块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非相关领域 想要往资讯业的话会有两条路 就第一条路的话就是能够先去做进修然后再转职 那第二条路的话就是先想办法进相关领域 那做中学的话也可以去学经历这样子 因为刚开始想说就是一开始想说会不会这个产业就很很有 就是憧憬就对了 然后后来觉得这个产业就是薪资会越来越好 然后就想说往这个产业发展 因为一开始我高中的时候是读资讯 然后后来就慢慢听老师来说觉得这个职业可以就是不会跟铁饭碗差不多 但薪资也会跟铁饭碗差不多的价格 对甚至比铁饭碗还高 那我就想说那我觉得我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 以薪资方面来说 对然后后来也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动手操作 然后就往这个方面继续发展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有考取那个证照 就学校辅导我们考取证照 然后它是就是在工厂可以碰到的那些机台 比如说打线机或者是切割机或者是上片机 这些是我们在其他地方碰不到的 但学校有辅导 然后我们就去考取证照 然后可以用那个证照 然后去让公司想说可以比较容易上手这样子 黄若薇建议想要转战科技圈的非理工背景求职者 首先要建立自身的外语优势 并找出人资费用不可的理由 如此一来才有机会挤进科技圈的窄门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